你知道弹花开完花之后怎么处理吗 是不处理 你不用管它 我们这个从来没管过 你看 它这里马上又要开花了 它又要长花苞 它这个弹花的花苞 它会自己脱落 你要做的就是 你看那个花别掉了这个芯里边 别烂了就行 及时该给它扔掉的扔掉 对吧 你就正常的养护 其实花儿们更多的关心是 弹花怎么样 养护让它开花更多 很多花友就担心 那个开完花之后不处理呢 会做不了月子 第二次不开花 其实担心的应该是这个 弹花开完花不用你修剪 不用你折腾 你就正常养护 那么关于弹花的养护呢 还是咱们从光照出发 弹花是喜欢光照的 但是呢 它害怕强光暴晒 明白吗 你强光暴晒的话 容易晒得它 这个叶子不好 就是有一些光照 就像现在这种光照 可以比它再强一些 用皮肤去感受 如果说你感受很舒服 那你就尽量的多给它晒一晒 浇水在一块的话呢 咱们尽量的手扣到你盆土里面 保持一个微微潮 你像我这个弹花呢 这个量 这个就是叶子的数量 包括方面比较大 我们浇的水会适当的多一点点 就是你也不能说 这个弹花跟仙日长一样 不需要浇水 这是不行的 你保证盆土排水透气的情况下呢 保持土壤的微潮 你要缺了水 它也长不好 要不然它不爱长那么多新叶子 用土的话 这个呢 我们用到的是 就是大家经常能见到的 老花衣的一个通用配方土了 我们这边的最低气温的话 一直是维持在五度以上 你像这种薄叶类的 低于三度的时候呢 就容易冻伤 明白了吗 抽包 还有一个呢 那弹花是可以任意去扦插的 像这种叶子剪下来 往土里面随便一放 它就能长根 它就能活 肥料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通用型的肥料 另外呢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水里面也会加一些通用型的一个水溶肥 像我们这个已经撒过一些缓湿肥了 其实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总结几个点吧 洗光 怕暴晒 尽量的给光照 用皮肤去感受 浇水就干了就浇 叶子比较多的时候 维持一个微潮 盆土一定要排水透气 最低气温要在三度以上 尽量的在五度以上 比较好一些 冷凉一点爱开花 一般是在春秋天开 在我们大棚里面 现在冬天也会开 因为我们棚里面温度不热 它怕热 明白了吗 怕热怕暴晒怕冷 别的不怕 马上又要开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篇关于谈花的一个事 觉得不错 就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一会最载一 白了走吧